有一天王天一在直播评测的时候遇到一人 叫做笑看人生 走的是邪门不举赶死炮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外星人是怎么应对的 红方这位上来走学和炮 一般上来走这招棋都是有点套路的 老王也没管正常走呗挺个足 红方第二步把炮往左拽 弃子 全面要赶死炮 这招对于王天一来说啊已经见怪不怪了 直播中经常遇到 他也没多想直接打掉 心中有数啊 红旗啊用鞠抓了一手 天一后退瞄准中兵 红方先跳马护住 一会再出左鞠来抓炮 黑方得想办法呀 加中炮 这里明知道黑方可以强行打中兵 红方就是出局 黑方一打 红方吃炮 黑方打马立空头 红方的后手是平炮一将 黑方捕势 红方近鞠顶马 这就是赶死炮的一个小手段 黑方现在不能瞎走了 比如说你跳个马 那红方就会平炮打死鞠啊 不能垫马 不能垫向鞠还没法逃 想减少损失只能打兵了 但即使这样也是红方大优了 不行 这里冲边组确实能防止红方平炮 但是这鞠还是难受啊 就即使你放在家里 马也未必能保得住 因此天衣果断放弃啊 横鞠 正所谓死子不及吃啊 红方才叫中炮 立不住了 黑方打兵嘛 红方再吃马 下一个就是底相啊 黑方补上一补 那看得出来 红方这条赶死炮 还是有一定套路的 对手没有中招 也能够把狮子夺回 不过现在呢 已经是黑方好走了 多两个兵啊 接着走 红方沿河十八打 黑方跌马 这里放在雪河 要放中间可不行 红方跟住 老王出狙 红方平炮 黑方跳马 红方吃足 外星沉底炮 砍底是先手啊 红方补上 黑方再进具 这不就能吃兵 砍底相了吗 红旗提前补了一手 那现在黑方火力不够啊 如果你还吃兵的话 红方必然会把中足打掉 黑方这马就没有中转站 跳上来 所以吃兵的不是必走之旗 黑方先跳马 红方炮击中足 黑方跳马 过河 有杀招了 卧曹江出老帅平拘吗 红方退拘 防守十分正常 大家看一下这个骑形啊 黑方有底炮 这马呢 踩中式 老帅上不来 咱们就想象吧 假设这个四路线呢 有两个拘 是不是完全可以 弃拘砍底式了 红方一吃 黑方再砍 这不是绝杀了吗 有了这个理论啊 黑方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鞠运过来 先放这儿 接下来就是进鞠抓炮 他只能躲 然后双鞠战类 很快就形成攻势 应该说红方这位棋力也不错 他抓了一下炮 把黑方的灵魂弄走 那这里就打鞠 这招棋刁钻呢 你逃鞠不敢怕卧槽 落势的话 黑方可以对桌呀 要是敢躲就双鞠夺底式啊 这也只能换 这太多棋了 这一会儿还是要双鞠夺底式 不是就卧槽 不捕还能挂脚 红方也是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红方是比较无奈的垫鞠 王天一眼光独到啊 挂脚一将 老帅出去 吃马就打鞠 这里只好垫 黑方吃个兵 听气人 这鞠备锁住了 没法砍炮 马踩老帅呢 吃马打鞠 用事吃马也是打 那有人说 我把这个鞠一逃不就完了吗 这不就能吃马了吗 不行 黑方可以往这跳 之后就是马上进三 来到卧槽点打鞠啊 那不就丢了吗 红方这人走得不错 他退炮 让黑方跳不了马 老王说不行 我还想跳 他先把鞠退回来 就现在这个造型 我说实话啊 红方就应该卡马了 黑方打鞠 红方采鞠 也能跟黑方斗一斗 但红方有脾气 就是说你给我出了道题 我必须给你解开 我不可能把试卷撕了 他这样走 浸泡 两个作用吧 一个是勾引 就是你踩炮 我就吃鞭炮 老王不换 往这跳 现在还是要跳马打鞠啊 红方用炮遮住 这是第二个作用 黑方的马跳不上去 没跟呢 黑方说我俩鞠啊 调整一下不就完了吗 放这 红方两鞠 黑棋双剑合臂 就是说始终得保持一个鞠在累到 接下来不就是这样吗 跳马打鞠 看红方怎么走啊 他提前退两步 随时能够平炮别马腿 听完想 天心说我不去了 他吃个兵 红方还是平炮 马被按住了 鞭炮没跟 黑方退到巡河 看来红方这一番操作把问题解决了 往下看 这里将一局 电视 然后退局 黑方过河 红方吃个足 然后平鞠要往下冲足拱马 红旗平鞠砍底势 黑方一捕 红方在对子 双方一拨交换 老王再弄个禁足拱马 红方退回来 那这个旗怎么进攻呢 现在红方的炮啊 挺气人 别住马腿 没法握槽啊 老王把这鞠蹬过来 要抓炮了啊 红方只好先捉马 这回鞠没法动了 黑方进炮 真有招啊 要往右平一步 拿红方炮当炮架 给马升根 红方也很有办法 他退了一步鞠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 我就给你对子 换掉没啥好说啊 躲鞠的话 红方就抓炮 有点意思 这小琴下子给老王整只摇手 想了一下 不如改变计划吧 走一招鞠三平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棋 黑方只差个中炮了 红方采用的是崩溃疗法 把这鞠啊 往右平 黑方退回来 红方叼住 这不算拙 炮有根吗 天一往前挪 没根了 红方抓 黑方退两步 避开马脚 红方打僵 电尸 抓炮 这里一逃 抓炮 后退 再抓应该说犯规了 他进一步 黑方把中炮弄上 红旗放在中间 这还是捉炮啊 天一早算到了 平炮打这个 这起码只能说再跟 因为你没法躲炮啊 这还得看着马呢 你放这的话 黑方会这样 红方怎么走啊 估计也只能说这样了 先给老帅留着生路吧 黑方卧槽 红方初帅 但人家可以平炮啊 接下来平局讲 想解这杀棋啊 只能含泪送炮了 黑方一砍赢了 看来当这样的时候 红方只能那样了 就跟呢 那黑方再回来 挂脚将一步杀 红方来回抓炮犯规啊 最终无奈选择 G8平6 看住挂脚点 此时外星人上市 红旗跳马 黑方 进炮 让红旗没法电 对手呢 没什么起走 G不敢离开 冲个兵嘛 黑方出个老将 红方 红方跳马顶鞠 黑方向下一冲 死马阵亡 已经是没法弄了 这里出老帅 直接拱的话 红方炮打过来带姜呢 老王先回个将 红方退鞠 防守期 黑方吃马 红方打掉 紧接着把鞠甩到右边 红方摆炮 下底姜 垫 顺势吃个兵 红方还没投降啊 撑个誓 进鞠上市 冲足 提炮 一抓 往右边走 进足上岸 往左 冲足 进炮 黑棋往里靠 平鞠 冲足 进鞠 继续行军 平炮 躲鞠 落向 黑方向下一冲 落誓 平炮打鞠 放在了七路 黑方拱向江 往左 此时王天一 七马一将 上帅的话 进炮 进鞠都是绝杀 唯有砍马 最后黑方 濒临城下 一招 毙命 至此 这位神秘高手认输 现在你吃了足 黑方打将抽鞠 上帅 也是打将抽鞠 看来赶死炮 遇到顶尖高手 确实不行啊 不过红方这棋 下的也算是不错了 就这样棋友们 下棋再见 不要忘记点个赞